我现在回新州是哪个方向都不知道 我的移动WiFi也没带 我车里倒是有一个旧手机 但是旧手机也没信号 倒是有一个手机但这里没卡 没卡 哎呀 囧了 丢人机都比丢手机强 太尴尬了 出师不利 是吧 你丢手机丢人机都没关系 三千多块钱 但是手机不行 手机有各种信息 轻轻往哪边走 就能边走边问吧 气死了 生气 这个骆驼道村 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记忆 破财免灾吧 钱不是问题 关键接下来这一系列的事啊 补卡 补卡 再说我人不在广州 能不能补到广州的卡呀 这个手 哎呀刚说要航牌 我说手机丢了也要来个航牌吧 嗯 没有手机怎么航牌 航牌也拍不了了 还不如刚刚没丢之前就航牌了 哎呀 气死了 好吧 正好我也想换手机了 自己安慰自己 朋友们 我这就是自己安慰自己 嗯 现在要买5G手机吗 我没有手机怎么付款呀 啊 我没有手机怎么付款呀 我都没有现金呢 嗯 嗯 对啊 那支付宝啊 这些微信呢 都在 手机里边呀 有信用卡吧 但信用卡还在厂里呢 在房车基地呢 那我还是先 摸回房车基地吧 反正没有导航 看看我能不能摸回去 我现在凭着我的记忆在找高速入口 是不是在这里下的高速啊 舞台阳泉 那我是去新州是这样吗 是这样走吗 好像没经过这儿啊 震惊了我刚刚说的那句话 最可怕的是啥 是没有信号 对 现在连手机都没有了 就别提信号了 看一下 人工通道吧 问一下 你好 问一下新州是这样方向吗 对 哦 好 谢谢 有了 新州一个几个处口 断窗 新州的 好 好 好 谢谢啊 我记着我上高速的时候是新州的口 哎呀 我 哎呀 哈哈 这咋走 这咋走 阳泉 梁家寨 这是五台五台山 这咋走啊 不是往五台山方向吧 我阳泉方向 反正应该不是五台山是吧 啊朋友们 哎呀 现在 没见到一个熟悉的路牌啊 现在想去洗手间 也不知道下一个服务区 还有多远 还有多远 就是满开 现在的感觉就是满开啊 梁家寨 阳泉东 哎呀 这是哪个方向啊 我对方向感没有什么认同 哎呀 这里有服务区的这个啥了 我可以到服务区修办一下 哈哈 平时全靠导航的人这回麻烦了 一点方向感没有 有没有鱼县 现在往鱼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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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对啊 我来的地方就是鱼县的 现在怎么还往鱼县去呢 我问一下 新州是这个方向吗 新州是这个方向吗 新州是这个方向 为什么呢 从哪儿 从哪儿 你没有方向感 都不知道阳泉跟新州是什么关系 是反方向的呀 还是什么 尴尬了 所以我只能对着摄像机 跟朋友们唠唠咳 虽然不是实时直播啊 也能剪剪牙 这个上摄出口 我要出去 然后掉头再上 你好 你好 我找不到方向了 现在新州是哪个方向 从哪儿过来的 陈家庄 走翻了 一上高速有一个是五台方向 还有一个是 好五台方向走就对了 我一上高速就走错了 对 五台就是新州行的 五台不是五台县吗 五台县属于新州市 这个 一上高速就走错了 好 谢谢 谢谢哈 平时不看地图全靠导航 这回有教训了吧 连上下左右哪个方向都不知道 还走南闯北呢 这回看往梁家寨 对 往梁家寨五台方向才对的 我这件事呢 我总结了一个经验什么呢 不能用双卡手机 你一旦丢了 你就啥都没有了 所以还是要准备两个手机 对 一个移动的 一个电信的 这样 你总不能两台一起丢吧 对吧 然后还有一个值得庆幸的事 我一摸 兜里还有现金 还有几百块钱现金 所以我今天能顺利地摸回基地 加油 终于看到兴州了 这方向才对吧 现在到了兴州出口 终于摸回来了 但是出了高速怎么走 还不知道啊 兴州我终于找回来了 哎呀妈呀 真是的 哈哈那个刹车 看见雪糕桶 他还往前走 我给他让路 他还不走 多少钱呢 59了 我不走了 到了杨泉才回来的吗 所以走了好多冤枉路 我现在看看啊 我要怎么回到厂里 还是说先去找个中国移动 把卡给补了 我从哪来的呀 啊朋友们 我从哪来的呀 好像中间这条 这现在是木马路 啊 我认识这个加油站 我认识这个加油站 那就是一直往前走 好像是就回到厂里了 朋友们 凭着我的记忆终于摸回来了 对 现在这条路就是回厂里的路 我千里迢迢 我开了150多公里 把手机扔在骆驼道村 然后就回来了 好像冥冥中 是有一种指引是吧 任务 对 完成任务就回来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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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儿回来了 朋友们 回到厂里就好说了 二强兄弟带我去补卡 这种补卡 先去补移动的卡 再补电信的卡 谢谢 这市区里面是吧 对 移动的卡已经补完了 现在再去补电信的卡 好 卡补完了就非常开心了 朋友们 这个中国电信和中国移动的卡 分别都补完了 然后中国移动收10块钱 还有验证三个亲情号码 中国电信就什么都不用 照个相就可以了 好 问题解决了啊 全都不是事儿